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1000点之下 跌117点 这是目前进行式 那OTC的部分也大跌了1.7的大点 下跌股票更多 今天上市股票下跌我们看一下 下跌股票有800 目前为止818 然后上跪的话有下跌588 我想在解盘之前 我先回答我们LINE群组同学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解这个盘式 以及我之前跟各位追踪的股票 我们推荐的股票 对不对 那它出现了什么变化 我都一样会跟各位讲 有一个 有几位同学 不止一个 有几位同学问我说 我这个测标上面有写日期 然后写大盘 写一个向下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一次微博回到头顾的时候 我是专注要带会员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节目 录影的时间只有10分钟 只有10分钟 所以其实如果说我要很就是专注的 把大盘分析得很清楚 其实不够 时间上不够 何况我还要讲我看好的股票 好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我就直接写方向给各位看 那这个写出来的日期大盘向下 它所代表的意义 并不是只讲今天 也不是讲过去 是讲我对未来大盘的一个看法 所以如果说各位 你们去看前几天的节目 包括像昨天 昨天这是4月25号 微博就给各位写大盘是向下 不只是昨天 各位你可能会觉得说 微博是不是看到大盘涨 给各位写向上 大盘跌给各位写向下 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来给各位看一下 昨天的大盘是上涨的 昨天的大盘是上涨 昨天25号嘛 对不对 4月25号 但是我们的测标 一样是向下 不只啦 包括4月24号的时候 我一样是写向下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代表我对目前大盘指数的 一个方向的看法 所以各位 你以后很简单 你追踪我的节目 如果你想知道大盘 我是看 目前是看涨还是看跌 那你就看我测标就好了 如果写向下的话 不会有波段的上涨 如果我写向上的话 就有机会波段上涨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我就会直接写在测标 这样最清楚了啦 那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 也是关于我这个测标上面 所写的 是有同学问到说 那我怎么带会员操作 现在其实指数 并不算低 对不对 指数 已经从9300点 涨到现在11000点 那整个位置点的话 你仔细来看一下 它的位置点 其实并不低 我讲过了 这个位置点 已经连续涨几个月 到了现在四个月了 那这样的一个位置点位 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我要怎么带会员 我一直跟各位讲 就是我这一个礼拜 跟各位讲的 我从这个礼拜一上节目到现在 我跟各位讲 就只能买期涨 如果不是起涨 也就是说 如果一档股票 它已经涨上去了 那我们就让它涨上去 我就不管了啦 只有起涨的股票 才值得我带会员去买 为什么 因为风险 目前现阶段的位置点 我就已经跟各位讲 已经过高了 何况前两天 我都给各位讲说 大盘是向下的 代表大盘的指数 有回档风险 那你看今天 像今天这样子大跌 大部分的股票都下跌 大部分股票都下跌 包括 包括那个微博的股票也下跌啦 对不对 但是下跌 是不是代表要卖出 还是说下跌要卖出 是属于哪一种 我们先把大盘 给各位讲完 因为很多人想说 今天怎么突然跌那么多啊 对不对 昨天美股跌 那今天怎么突然间就跌那么 还跳空开低耶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昨天的时候 我们用30分线给各位看 这是昨天加全的30分线 我给各位画了趋势线 那各位这是昨天4月25号 然后这是4月16号 来各位你看今天 是不是直接跳空开低 当今天跳空开低 它出现了缺口 而且跌破了趋势线 那自然而然 就会改变这样的方向 下跌也好 或者是说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 他就赶快先把股票卖掉了 所以会造成股价的一个下跌 但是 我这边再跟各位重申 整个大方向的趋势 从9300点以上涨上来的 多头结束了没有 我跟各位讲还没有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微博老师 你写的大盘 既然是写向下 为什么现在多头没有结束 各位你要把趋势 跟短期的 可能就是比如说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几天的一个走势 要把它区分开 我举例说好了 像这边是不是也有出现下跌 这一段 这边跌多久 这边跌一个多礼拜啊 那这一段叫做走空吗 不是 它是涨多的拉回 这个是 这个跌下来是走空吗 你不能因为这样子跌下来 你就说这边走空了 你也不能因为这边跌下来 你就说这边走空了 同样的 这边跌下来 目前也不能确定走空 原因在哪里 因为如果确定走空的话 它是会有一个所谓 做头的一个疑虑 所以目前为止 指数会回挡没有错 股票也会回挡没有错 但是不代表 所有股票都会跌 所以有的股票可以续报 甚至可以买 但是有的股票必须要卖掉 那这部分的话 我们赶快来进行一下我们 那个手上追踪的股票 那卫博这段时间 是不是一直给各位追踪三档股票 第一个是3661的四星 来各位四星 3661的四星 哇今天跌了3.8 对不对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5457宣得 今天也下跌 好再来呢2439的美率 今天也下跌 好那目前针对这几栏股票 我的看法是怎样 我先把我的动作给你讲 这是世新 各位还记不记得 微博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们买的话只买起涨 什么叫只买起涨 就是当它一旦突破了 这个所谓下降趋势的反压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布局买进的动作 好那各位你看一下 这边我特别画了一个箭头 一个出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那个四星出现了一个缺口 出现了一个缺口 所以这部分先给各位看一下 有买就是有买 有卖就是有卖 我们节目完全真实呈现 这是今天4月26号 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3661的四星 因为开盘跳空开低 先试驾获利卖出 你会发现 当你如果买一档股票 你是买在起涨点的时候 就算今天四星跌那么多 我们照样获利卖出 早上卖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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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强调就是 为什么微博接下来带 带会员操作 要这样操作 我只买起涨 如果起涨我没有买到 它已经涨上去了 我就不买了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好那现在四星我先卖掉 对不对 四星卖掉了之后 它回来 是不是回到这一条 回到这一条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我再来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再度出现买点 如果有再度出现买点 我会再接回来 为什么 因为它基本上还有惯性存在 那我只是先做一个获利卖出 为什么 因为我既然买起涨 我买进去之后 我一定先设停损 什么意思 我再次讲一下 如果涨上去之后 这个位置点位 比如说我买进对不对 涨上去了 那后来它没有继续往上涨 它是直接跌下去 那我就停损掉 但是它开始涨上去之后 我就是设什么 设停利 我就是设停利点 所以当今天跳空一开 开低的时候 我发现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连续两天的上引线 倒锤线 这个是十字线 这个是上引线 它直接跳空开机 并且跌破了这个 前一天的十字线的低点 所以我就先卖出了 各位懂我意思吗 这叫做 所谓的滚动式交易 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 我们时间真的不够 我还要讲宣德 还要讲宣德 宣德我没有卖 宣德我没有卖 包括美绿 还有我昨天在盘后的一个解盘的节目 因为微博现在有一个 就是目前你看到这个 进摄影棚的 还有一个自己在办公室录的一个盘后节目 那这个盘后节目的话 我继续给你追踪 包括像美绿 我昨天有讲到奇邦 我有讲到什么 我有讲到维生 这几檔股票 我会持续给各位做追踪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加入微博的line 然后你可以发问 我会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做分享 那今天的一个节目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的一个收看 遇到各位操作顺利 拜拜 拜拜 by bwd6